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Final Cut X如何去复制效果 方法呢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找着两条素材 这都是平常我录vlog的时候的素材 我们先把第一条 这一条给它稍微调一下颜色 我们要给它加几个效果 调颜色也算一个效果吧 我们快速的把它调一下 它的高光其实已经够了 好颜色 颜色还是给它一个中光给它一个红吧 让脸部看起来有一点点的血色 然后暗部我们给它一点蓝 也是一点点 好 高光 高光可以加一点点蓝 行了 那这个饱和度呢 我们再上涨那么一点 整体饱和度我们上调一点 颜色我们调完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一点缩放 稍微放大一点点 稍微放大一点点 然后呢 我们其他的 其他的我们先不调 然后我们给它的音频 因为现在音频声音比较小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音频 我们先给它加到12看一下 没有拨载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到一个影棚来 它的噪音比较大 我们把降噪开开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 好了 基本上已经没有噪音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要把刚才调的这个 这几个颜色啦 缩放啦 还有我们的这个音频 音量增加和降噪 一起复制给它 我们先看一眼 它之前的是什么样的 千万别忘了 马上订阅我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怎么复制呢 首先我们选择 左边的这个 已经加过效果的 按command c command和c 两个键啊 然后再选右边这个 要加效果的这个视频 按住command shift v 三个点 好 我们看到了 它叫粘贴属性 拷贝字103 c0103 粘贴到c0128 这个是c0103 这个c0128 没错 然后它就 这里边有很多选项 你可以选 它现在要粘的 第一个是颜色版 第二个是缩放 第三个是音量 第四个是背景降噪 其他没有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下 缩放可能就不需要了 我们可以把缩放勾掉 我们也可以 你点这它就会全选 我们把缩放勾掉 其他的我们觉得应该都是需要的 暂停 OK 千万别忘了 马上订阅我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颜色粘过来了 然后声音也粘过来了 音量是12 然后降噪也开了 声音有点尖 这个 那天的录音出了点问题 我们这个EQ之前调过一次 我们把缩放开 千万别忘了 马上订阅我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OK 现在这个声音就是不是那么尖 不是那么刺耳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呢 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